大概会有几个地方 我们分别把它完成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切到 现在员工比较简单就是 我如果要查那个部门名称的话 那当然可以根据那个 部门代号去查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书函数 那这边呢当然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我们 检视与参照的函数 那特别注意 函数里面的类别 检视与参照实际上就是做查询 里面的话当然 最常被用到的 我刚刚讲过 当然最下面是微书函数 不过除了微书函数之外的话 其实还有其他的 当然index indirect lookup match obset 当然如果说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假如你不用微书函数 你没有办法也可以把资料查回来 也可以查到你要的东西 其他的函数你也不妨可以试试看 因为很多时候微书函数没办到的 那你可能要用别的函数了 如果你别的函数你也不会用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了 你可能就要做一点图法链钢的事情了 所以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先用那个微书函数查 然后呢 四个问题嘛反正就一个楼坑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查什么 OK lookup value 那查那个代号 OK tablearray tablearray就是哪一个 table啦 就哪一个表格啦 实际上我们刚刚有加了名称 所以按F3 这个时候的话呢哪一个表呢 我们要查的是 关于部门 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有个 部门表 部门表有 OK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会显示啊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是建议 旁边这边会显示出来 那你会发现呢 他查的东西这个东西会带过来 A01 第二个呢你部门表里面的是一个大刮户 为什么大刮户呢 其实在 那个只要是范围 都一定是 大刮户呈现 就是所谓的阵列 在这个内部其实把它当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的话就是放A01对照的是 董事长4 看起来应该OK 那接下来第3个问题说 那你要在这个 部门表里面 帮你带回来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我刚讲过 那你要带回来是第几栏 如果你没有 不太知道到底部门表里面长怎么样 有个方法就是你把游标再点回第2个格子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它跳到 部门表的位置 就是这里 第一栏 一定是你要查的 所以他基本上的逻辑是这样 把A01这个资料 到部门代号的第1栏里面查 查到之后呢要帮你把 第几栏带回来 那我这边的话第1栏 只有两栏 所以这边输入2 如果要找一模一样的 那就输入0 就是或者打个FORCE 那 可是问题你会遇到 假如以后如果没有A01 只有A02 只有A02 或者其他的 那你知道 这边就不能用0 你可以用1 他如果找不到的话 1的话会找接近的 不会 出现了 如果你用0的话 他找不到的话 就会 紧NA 紧 就是错误讯息 N的话就Nut A的话就Available 意思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Nut Available 就是说找不到东西 OK 然后呢我们这边输入2 输入 这边的话输入2 这边的话输入0 OK按个确定 那董事长4就出来了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当然如果你要练习 因为这边延伸性练习 如果说假如你要查什么 假如你 检视比参照里面 如果你要用别的函数查询 最常用到是index 然后呢配合什么 配合 不过index本身呢 他可能会 跟那个match做搭配 所以会先用match查 查完之后再丢给index里面 你们也可以试看啦 不过我觉得这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 第一招不会 没有会第二招 那你完蛋了 只会一招 那 之后 就挂了 就是查不到了 就没办法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可能也许再学一下备用 备而不用 答案如果你实在是 那index呢 基本上你按确定啦 所以以后你学函数 大家就知道一下 就是 它的 它会三个东西 第一个问题说 你的array在哪里 你的范围 那那个范围指的就是你要 去 带资料回来的那个范围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应该指的就是 F3 如果我今天要查的是什么 董事长司 就是部门表 OK部门表 这个 那 他会问你说你这个部门表里面 这个范围 我已经 刚刚已经选好 部门表里面呢 这个表里面 请问一下 你要抓的是 这个部门表里面的 哪一列啊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是 他概念是列的话是 第几列 我们看到是 这边是第1列 蓝的话呢 我要抓的是第2蓝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有点像天空庭 你这边输入1 这边输入 下一个的话是2 董事长4呢也会过来 有没有 可是呢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 现在 已经自己已经知道 我的那个什么呢 我的 A01 是在第1列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我把他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全部都董事长司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填 列都是第1列 可是问题我的列不一定在第1列啊 我的列可能在第2列第3列第4列 所以我刚刚提过 假如说呢 你要能够 用index 改的话 这边呢 可能你必须配合 match函数 那这个match函数就是 去 查询的意思 查那个资料 在第3列 把第3列的讯息呢 回传告诉你 那你就把match 放到这个中间来 这样就查成功了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要match查的话 可能 要注意一下 这边变成说你的函数里面要放函数 所以那我的习惯会怎么做呢 我会先做里面的函数 做完之后再把那个函数减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OK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 先 在 做index之前 我先把这边 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先插入那个match 所以这边的话 先用match match里面的话 他会问你说 一样是 lookup value 所以也有跟v乱是蛮像的点 就是这个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 A01 的值 那lookup array 这意思说你要到哪边查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就告诉他说 我要到那个 f 其实f3我看一下 直接从那个所谓的那个 部门表 OK里面帮我查 不过呢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的部门表 里面是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 包含 两个栏 但是特别注意他这个match 只能够给他一栏 因为 你给他两栏 他不知道该查哪一栏 所以记得这个部门表 这边的那个lookup array 你恐怕就是要 切到 这个代 这个代号档里面呢 告诉他范围 从哪个范围 从D2 到 这个底下的D18 这个范围 当然呢你这个地方也可以先建一个名称 再代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们先 先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Match type 他底下跟你讲说 一样是0 是完全比对 一模一样 那 也有个1 1的话是找接近的 不过你会发现他多一个 这个Match条件是-1 这个-1 跟1有什么差别呢 特别说他找接近的 1的话 是找比 接近 接近的话呢 他是不大于 就是 他会找 比他小的 那-1的话呢 是比他大的 因为找接近的有 比他大有比他小嘛 对 所以如果你要找比他小的 就要用1 找比他大的是-1 所以这个地方 等于是-1这个是 跟那个V轮函数 最大不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那个 找接近的 但是要比他大的话 那你可能要只能用Match 不能用V轮函数 OK 所以Match多一个 这个功能 那我们做好之后按确定 OK 就找到了 当然你如果往下填满的话 他会 错误啦 为什么呢 这个范围可能要把他锁起来 按F4 那我建议是锁列就好了 所以按F4两下 因为我们只要向下填满 只要锁列就可以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把他打勾之后的话 在向下 他这个时候就帮我查完 查完就是说告诉我说 你的 那个 列是在第几列 已经查到你要的这个 部门代号 所以A01是在 第1列 B01是在第2列 然后呢 C01是在第3列 切过来看一下 对没错 123 所以他查出来就是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 那如果我已经知道第几列的话 那我就再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 这边 刚刚的这个客户这边 员工这边 那我就可以把 这个Match公式怎么样 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再插入那个 到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index 的index 里面的话呢 直接按确定 直接就把Match先贴到RuleLumper里面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那 Array的话呢 直接F3 直接 指向那个 部门 部门表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就从部门表里面 已经知道他查出来是第几列 那蓝的话 我要第二蓝 这样的话按确定 就可以向下填满 看一下 基本上 结果 会跟 旁边的是一样的 不过呢 当然比起来 V楼函数 相对的简单 可是呢 V楼函数呢 它的缺点就是 只能够查 第1蓝 如果你要查第1蓝以外 的位置 你就可能要用这个方法 index 配合Match 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 蛮多人 这个工作里面遇到 这个编号不在低栏 那就 没有别的招了 没有别的招怎么办 那你就可能 就是要土法链单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也许可以 试试看 大概是延伸 补充说明的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客户名称 客户的部分 现在是名称 也稍微把它试一下 这个我刚好 延伸多讲一个 一个index 配合match 那我基本上会分两阶段 先做match 把match做完之后 再做index 那match的话呢 这边大概 先第一步 给他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补充就是用那个index 配合match 去呀 接下来